所以我們按著後膝穴 然後慢慢轉動哦 所以你是按著穴位這樣子轉嗎? 轉這個穴位呢? 並不是耶 大家會覺得說 欸後膝穴在手上耶 我咪咪就是脖子痛 為什麼按手的穴位呢? 你也有一覺醒來 脖頸疼痛難耐的經驗嗎? 不僅頭部無法順利轉動 就連保持不動都覺得非常痛苦 然後我落枕了 這種感覺呢 其實只要經歷過一次 就會覺得心有餘悸 生怕自己睡一睡又會再次遇到 到底為什麼睡得好好的 會突然落枕 又應該要如何自救舒緩呢? 這次我們就請到專業醫師 來為我們大家解惑 讓我們歡迎陳茵光醫師 大家好 我是中醫師陳茵光 好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三招 解決落枕的方式 第一招就是先冰後熱 落枕的屈部你摸起來溫溫熱熱燙燙的 代表你正在發炎哦 那你這個時候呢就要冰敷 那我們冰敷也不可以過度刺激他 因為過冰的刺激呢 會讓你肌肉靜軟 反而會讓你的落枕會更嚴重 所以我們用冰敷袋 外面再包一層 毛巾 然後局部冰敷15分鐘 休息15分鐘 再冰敷15分鐘 一天不限次數 等到皮膚摸起來正常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改成熱膚囉 第二招就是穴位按摩 大家就是在想說 欸 落枕真的可以按摩嗎 其實是可以的 只是你不要太用力 要輕輕的按 要按到什麼程度呢 按到端 這樣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有迷思 我這邊有落枕 我一定要很用力的把這個氣節 把它給按散才可以 其實這是不對的哦 因為呢你在用力的時候 然後會產生肌肉痉攣 這個疼痛反射 會讓你的落枕變得更嚴重 所以我們可以按 但是就是輕輕按 今天跟大家介紹四個穴位 第一個穴位就是我們的 瘋直穴 它就是在我們的這個位置 那我們要怎麼按摩呢 我們就是大拇指放在這個穴位上 往對側的眼球按摩 也就是我今天是左邊的瘋直穴 我們就往右邊的眼球做按流 那按多久呢 每按10秒鐘 休息5秒鐘 連續3分鐘 不要超過哦 第二個穴位是天柱穴 天柱穴呢 它其實跟瘋直穴很近 只間隔一個指幅的位置 它剛剛好就是在我們的斜方肌的正上方 所以我們按摩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在這個肌肉正上方做垂直的按壓 一樣我們不按超過3分鐘 避免過度發炎哦 第三個位置呢是大椎穴 大椎穴呢 是在我們的頸後突起來的位置 最突的位置 按的時候呢 就是順時針按30下 逆時針再按30下 那如果說你實在太痛了 不方便舉起來這樣按 你也可以請人家用吹風機 幫你把這個地方吹熱 不過記得哦 是在你沒有很嚴重的發炎反應的時候 才可以這樣子熱敷哦 第四個穴位是肩頸穴 大約是在這個位置 按到酸酸的就要停止了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孕婦 就不可以按壓這個穴位 以防流產哦 第三招是慢慢轉動 就是我們按著後膝穴 然後慢慢轉動哦 所以你是按著穴位這樣子轉嗎 轉這個穴位呢 並不是耶 是我們按著這個穴位呢 一邊按著 然後一邊做 往上 往下 做好幾次 然後還有 往左 往右 大家會覺得說 後膝穴在手上耶 我明明就是脖子痛 為什麼按手的穴位呢 因為你按這個穴位 就會促進你大腦分泌腦內飛 會讓你局部比較沒有那麼疼痛 沒那麼痛的情況之下呢 進行無痛的運動 這時候也同時間 告訴你的大腦說 其實你現在呢 脖子已經沒有那麼痛囉 你現在可以解除你的緊鱗 解除你的疼痛跟靜卵了 所以我們大腦 其實是需要在教育的哦 那如果一般 可能我們上班 就肩頸突然痠痛 也可以按這個遠程遙控穴位 也可以啊 你就是按著這個後膝穴 後膝穴就是我們 手握拳 長橫紋的末端的地方 你就按著 然後一邊上一邊下 然後慢慢轉 不痛為原則哦 如果已經會痛了 就可以暫停了 因為疼痛就是會引發癖穴 為什麼睡姿其實也沒有什麼改變 突然起床就會落枕了呢 想跟大家呈現一個觀念 落枕它並不是一個 明確的診斷病名 它是一個症狀的陳述 就是你的頸部發生疼痛 並且造成你頸部的活動障礙 這個叫做落枕 如果你落枕了 你去看西醫 它可能會給你好多種 不一道的診斷的名稱 也有可能是 急性的頸椎周圍炎 也有可能是頸肩筋肌膜炎 也有可能是椎間盤突出 甚至於是不限於此 那落枕這個症狀呢 如果我們一直都不去處理它 它是有可能會反覆的 慢性的發生哦 那請問醫師 落枕一定是只有 睡姿不良造成 哦不一定哦 它只要是 長時間的姿勢不良都會造成 比方說呢 像坐姿不良 像我們常常打電腦 打一打不止不止 下巴就會往前伸了 往前伸完之後呢 就會開始脫背 很緊張的時候又聳肩 就會變得很像一隻烏龜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的姿勢呢 就會讓你很容易落枕哦 有沒有看過客服人員 一邊肩膀夾著電話 然後一邊打字 要把顧客意見輸入在電腦裡面 如果長時間一直這樣作業的話呢 也會引發落枕 再來呢 就是選擇一個不對的枕頭 太高太低都不行 我們要選擇 對頸部有支撐的枕頭 這樣才能夠保證我們睡姿正常哦 聽說好像是睡覺的時候 開電容上也容易落枕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哦 如果你脊部啊 常常受到冷風的刺激 造成血管收縮 也是會變得比較會落枕 還有現在的人啊 幾乎都不運動 你是嗎 對 然後又加上大家都是 久坐少動 睡眠不足啊 然後呢 血菌很差 就會很容易落枕 再來 疾病本身也會引發落枕 比方說像感冒啊 或是你真正頸部的肌肉 或是關節有發炎 也會引發落枕的感覺哦 第四個呢 可能的因素就是 情緒因素 我們呢 其實如果長時間待在一個 讓我們會有壓力 會恐懼 造成我們不安全感的環境的話呢 短生就會引發疼痛 不安全感 讓你的大腦 產生了疼痛的機制 告訴你說 哎我現在想要尋求庇護 我想要尋求安全哦 聽說是不是 A型的人比較容易會有落枕 不是A型的人比較容易落枕啊 是A型人格人比較會有落枕 那什麼叫A型人格呢 就是求好心切 追求完美 容易緊張 這種特質的人就會特別容易落枕 哦就是給自己比較大心理壓力的人 是 那想請問醫師哦 因為我們一般落枕呢 他其實久而久自己就好了 就會慢慢痊癒 那什麼樣的程度才會需要救醫呢 一般我們落枕 是7天之內就會慢慢痊癒 但是如果你發現你在這7天當中啊 越來越痛越來越痛的話 就要看醫生了 再來呢就是說如果你發生 反覆性的落枕 我覺得你就需要去找醫生 尋求真正的原因 那落枕真的是通過一次之後 就會很難忘哦 就是生怕自己會再一次遇到硬頸的狀況 那綜合前面的幾個落枕的原因 可以請醫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預防繞枕的方式嗎 第一個就是要維持正確的姿勢 不管你是坐著或是站著呢 都要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駝背 然後也不要聳肩 下巴不要往前伸 然後再來就是睡覺的時候 我們挑選適當的枕頭 這樣就可以預防繞枕的產生 再來就是要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平常該運動的時候就要運動 然後呢每坐一個小時呢 就要起來動一下 再來呢即便是夏天很熱啊 頸部還是不要讓它直接吹到風 如果你是一個很長落枕的人呢 最好穿一個博藏袖 把你的頸部蓋起來哦 最後最後呢 銀光醫師想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要緩解精神壓力 首先呢 我們不要同事先處理好多事情 然後每一件事情 又希望他同事都很好 我們一次做一件事情 把它做好 做完了之後呢 要告訴自己 我很棒 我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如果說呢 這樣子正向鼓勵的方式 或者是冥想 瑜伽 都還是幫不了你解決焦慮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 針灸以及中藥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個中藥叫做 逍遙傘 那逍遙傘聽起來感覺 很像是武俠片裡頭 會出現的那種 金丹道具 而且我告訴你這個藥還有一個好處啊 它沒有成癮性 你不需要越吃越多才會有效 而且也不會說一旦不吃了 就會覺得全身無力 並不會這個樣子哦 那它是需要醫師開立廚房 需要醫師開立廚房 然後是純中藥 非常感謝陳銀光醫師為我們帶來這些預防 防鬧疹跟緩解的方式 最後也要提醒各位蜜粉們 不要忽視身體不適愛的警訊 如果鬧疹的情形能反覆發生的話呢 就要儘速就醫 才不會讓輕傷變大病 小痛成為噩夢哦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我沒落枕 其實很痠 欸這沒事耶 你是表情管理嗎 真的沒有 我沒神經 不可能啊 好可怕 不可能 你沒有耶 完了 還是這隻手壞死了 完了 還是這兩個身體 看得一副就很差了 他們 發瘋哦 哦哦 你知道 很痠啊 所以怎麼可能會有人不痠 你怎麼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哦